哈囉大家好 歡迎拉發安卓的頻道 我是安卓 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在前幾天得了COVID 所以今天的影片聲音會有點怪怪的 希望大家還請多多包涵 雖然我現在喉嚨很痛 但特斯拉最近的股價 卻是讓投資人感到更為心痛啊 今天影片要跟大家聊的是 特斯拉到底怎麼了 其實很多我在之前的影片 都有提醒過大家 除此之外 馬斯克最近的一些決定 對於特斯拉未來的發展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另外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 特斯拉在台灣 獨步全球停售了所有的Model 3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都會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相聊 如果你覺得我的頻道 對你了解電動車 尤其特斯拉有那麼一點幫助的話 或者你想要祝福我的COVID 能夠早日康復也可以啦 希望你在影片開始前 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而首次來到這邊的觀眾朋友 很抱歉要讓你們忍受一下 這樣沙啞的聲音喔 但是我保證在日後 你會在這邊看到更多 關於特斯拉的消息 所以也記得按下追蹤鍵 接下來我們就來好好聊聊 特斯拉在最近發生了哪些大事 志同我在三天前首次得了COVID之後 喉嚨劇痛到受不了 本來是還想多休息個一兩天 但因為在家真的是閒到發慌 再加上特斯拉最近的股價 真的是跌到有點誇張 所以想說試試看 來跟大家在線上聊聊 今天11月9號 在我現在錄影的當下 特斯拉依舊是以6%左右的跌幅 在那邊上下掙扎著 我在過去幾週的影片 有多次提醒大家 自從馬斯克決定要收購Twitter後 他勢必要售出特斯拉的股票來填補這個錢坑 只是因為我們不是當事人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採取這個動作 根據最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的文件指出 馬斯克在過去幾天 大量拋售手上的特斯拉股票 在過去短短幾天 他已經拋售1950萬股的特斯拉股票 價值將近40億美元 而我知道他今天可能還在繼續拋售 所以特斯拉的股價跌幅是遠高過於大盤 雖然我們早就預期 其實馬斯克拋售股票是必然的事 但因為我們不是當事人 我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採取這個動作 以及他準備要賣多少的股票 所以我們當然就不可能非常精準的判斷 到底哪一天他的股價會開始大跌 所以這就是短期投資最困難的地方 因為我們幾乎不可能能夠精準猜到 某隻特定的股票或者整個大盤 在明天或者未來一週 他會往上或者往下走多少 其實猜中可能也是短期的運氣 我們投資看的還是長期的投資報酬率 因為我相信大家學習投資 要的也是希望可以提早退休 或者可以留給下一代更多的財富 所以長期投資一直是我個人主要的投資方式 但如果只看個別公司以特斯拉為例 他就是由這些小小事件一件一件累積下來 而去影響到所有投資人的長期獲利表現 所以這些相關新聞有在投資特斯拉的朋友 也是不得不留意啊 說真的我到現在都還在想 不知道馬斯克有沒有後悔過 下了要購買推特這個決定 因為先來回頭看 自從馬斯克在4月14號 首度宣布要購買推特之後 特斯拉的整體股價就開始漸漸的往下走了 那當然在過程中 馬斯克與推特有許多法律上的攻防 但不管怎麼樣 在10月27號的時候 馬斯克以440億美金的金額 買下推特並且將其私有化 但其實說到底啊 錢是馬斯克的 我覺得他要買什麼東西是他的自由 只是投資人現在的疑問是 我們買的特斯拉股票 到底是在投資特斯拉 還是在投資特斯拉加上推特呢 因為馬斯克也承認 推特光是每天就要燒掉400萬美金 這個是沒有一間公司可以承受得了的啦 所以他一接手後馬上快刀斬亂麻 砍了將近50%的員工 不過他也算是夠有意思哦 隔了被裁員的員工 三個月的資遣費 是遠高過於法律所規定的兩個月的時間 希望可以避免到一些法律上的爭議 但是根據美國的聯邦法 這種大型的裁員 不但要給到足夠的資遣費之外 還更必須在60天前就提前告知 所以現在已經有許多推特的員工 對馬斯克提起集體訴訟了 那今天如果特斯拉跟推特 是兩間完全沒有聯動的公司 我想他的影響還不會這麼大 但事實上馬斯克不但除了 必須要賣特斯拉股票來收購推特之外 他同時還從特斯拉調用了約50名員工 來進行推特的初步整頓 所以某個程度上來說 投資特斯拉就等於投資部分的推特了 這讓有些人會開始覺得有點不安啊 另外有美國身份的朋友 不知道你昨天去投票了沒啊 馬斯克非常勇敢的在其中選舉的前一天 在他推特上置頂了一段 要大家去投共和黨的推文哦 雖然美國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你要支持哪個政黨是你個人的自由 但通常商人啊他不會這麼明顯的表態 因為在你表態的同時 另外一方的鐵粉就會非常的不爽啊 像我個人是沒什麼政黨傾向 看到他這個推文其實我覺得還好 但是對於許多的民主黨鐵粉來說啊 這個天文看起來應該非常刺眼 尤其他是發在選舉的前一天 他說啊對於有獨立思考的選民們來說 權力分享是可以抑制兩黨最惡劣的過渡行為 所以有建於現在總統是民主黨 他會建議大家國會應該要選擇共和黨 那現在在我錄影的當下 開票還在持續進行 但至少在眾議院方面呢 看起來共和黨是領先了 所以我真的是還蠻好奇 同時身為民主黨以及馬斯克鐵粉的人 不知道他們現在心裡是怎麼想的哦 我想應該是非常五味雜陳的吧 但不管怎麼說 我覺得生意人啊 雖然這樣直接表態做自己非常勇敢 而且也是他的言論自由 但是這樣的做法或多或少 會影響到公司的成長也不一定 我猜昨天可能會有些民主黨鐵粉 一氣之下就把特斯拉股票給賣掉 或者把特斯拉車子的訂單給取消了也不一定 不知道各位觀眾你們怎麼看呢 對於馬斯克不管是購買推特 以及他在政治上明顯表態的做法 你們是怎麼想的呢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留下你的看法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照的頻道總是說到 與其投資個股 我個人是更喜歡投資整體大盤 因為個別公司就是有著太多這種 我們沒辦法預測 而且可以深深影響股價的因素存在 更可怕的是萬一踩到地雷 我們的畢生積蓄可能就再也回不來了 像去年非常熱門的網紅股 Upstart 才短短一年多一點點的時間 就從390塊掉到現在的17塊左右 這個超過90%以上的跌幅 可是要漲22倍才能回到當時的高點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如果問我的話 我會推薦跟巴菲特建議的一樣 投資美股大盤的ETF 因為我們投資的不是個別一間公司 而是美國的整體未來經濟 尤其能在現在每股大跌20%幾的時候入場 我覺得這個是十年一見的好機會 好啦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接下來我要說什麼了 沒錯為了鼓勵大家投資 富途入金2000就送15股免費股票的活動 依舊在進行中 他們另外加碼只要入金不限金額 他們就送你10元的Coupon 讓你來去進行投資 這樣的投資報酬率真的無敵超高 絕對比你把2000塊放銀行還要高好幾倍 各位有美國上碼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了 記得一定要透過說明欄你的連結去申請才有這項福利 這個是他們給安卓粉絲的獨家豪力 但不管你是不是選擇富途啦 我是建議大家一定要去學習怎麼樣進行投資 當然我只推薦我相信的東西啦 美股大盤正是我個人投資的標的之一 相信大家應該沒有看過我在頻道裡 推薦大家去買什麼虛擬貨幣之類的東西吧 但說真的因為有在聊投資的關係啊 以前虛擬貨幣平台找我合作的次數應該是最高的 我真的很高興沒有接下任何一次的工商 因為看到最近虛擬貨幣的大跳水 像比特幣從年初將近六萬九千塊的高點 在今天已經在進行一萬六千美元的保衛戰 對於市場上大部分的投資人來說 這中間蒸發的錢可能都是辛苦上班的血汗錢啦 所以我個人還是願意選擇穩健的長期投資 雖然看起來好像比較慢 但是逐步踏實 尤其在這種市場大跌的時候啊 更會顯示出它的珍貴 因為我們的風險承擔能力絕對會比挑到一些地雷股 還要高的許多哦 特別在那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看到這邊有些人可能在想說 難道我是抑止特斯拉不行的嗎 其實並不是的哦 因為很多時候股價反映的是 投資人對於這間公司未來的期望 但如果只看現在啊 特斯拉它的表現其實是非常好的 根據最近一份報導指出 特斯拉已經是全球最會賺錢的製車公司之一了 他在上一季的淨力大概只輸賓士而贏過許多傳統的車廠 其中以豐田Toyota為例 特斯拉每輛車的淨力 大概是豐田每輛車的8倍之多啊 所以上一季雖然Toyota賣的車是Tesla的8倍之多 但是淨力的部分 特斯拉卻還小贏了Toyota約1.4億美金左右 由資格看出特斯拉豐厚的淨力 確實是他手上的王牌之一 這加上目前他依舊有辦法維持每一年50%的年成長率 這不管是在哪一間公司啊 表現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有時候股價的表現 跟公司目前的營運狀況必須分開來看 而對於特斯拉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這樣的好表現能夠持續維持下去嗎? 我個人還是會比較關注特斯拉這一季 在中國的銷售表現 因為在特斯拉中國降價短短不到半個月的時間 他們又再度進行了第二波的降價 就在昨天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 只要在12月底以前購買特斯拉的現車 並且跟他們合作的保險機構購買車險的話 就可以拿到價值8000塊人民幣的抵免 大約等於是1000多塊美金喔 那其實說穿這也是變相降價的一種 而且銷的都還是現貨車 要不然如果這些車銷不掉的話 勢必就要運出到第三國 但如果萬一航運也吃不下來的話 勢必就會變成庫存壓力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特斯拉在中國非常用力的在做銷售喔 而同時我們也看到特斯拉在台灣竟然停售了所有的Model 3 雖然光是說為了避免車主們的等待期太長 所以暫停了預訂的銷售 不過大家依舊可以去現貨車的網頁下訂 有車馬上訂馬上就可以買 那當然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啦 因為最近Model Y登台的關係 許多原本有Model 3訂單的車主都棄單改買Model Y了 導致特斯拉在交車上應該會出現不少困擾喔 所以我想這個做法也是合情合理的啦 但對於真的想買Model 3的朋友來說 這也未嘗不好 因為你只要下單馬上就可以交車了 但我相信這樣的亂象 隨著Model Y正式登台交車之後 應該就會開始恢復正常了 不過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特斯拉的反應也是非常快 即使台灣的市場不大 他們也是對於這樣的狀況做出相對應的處理 我想這應該是一件值得嘉許的事啊 感謝大家忍受我沙啞的聲音看到了這邊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能有一點幫助 記得在下面要幫我按個讚喔 還沒follow頻道朋友記得按下中間 並且打開小鈴鐺 我們在下次影片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話題 感謝您欣賞大家要保重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